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一节的世界杯 我们还是请到了国泰军安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一帆先生 一过来探讨 蒋生您看和18年世界杯相比 中国企业的这个整体数量有所减少 但这次仍然中国企业是世界杯最大的金主 赞助金额有19家 总的刚才这个金额 我们差不多说到了 有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金额 但是我们可以说到现在来看 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 或者赞助体育赛事 是不是和赞助比方说一些活动啊 一些节目 这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概念 另外一方面还要说说卡塔尔 有人预算过了 最乐观未来三年卡塔尔 也就200亿的这样一个收入 这和他2200亿的这个投入 似乎还是不平衡 怎么来算这笔账呢 好的 那么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愿意 投入重金去赞助世界杯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是这么看的 首先呢 赞助世界杯对于自己品牌价值的提升 这个是我们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像一些综艺类的节目 这个是完全不能比拟的 因为像一些活动啊 或者一些电视啊 综艺节目等等 它的这个时效性都是非常的短 那往往呢 就是热度过了一阵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世界杯呢 我们看到 它是作为广告商的一个 长线的一个投资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世界杯 它的三级赞助商 那么在第一级和第二级里面 这个名单呢 一般是很难很少见到 是有品牌的一个更换 那么几乎所有的品牌都认识到 作为世界杯的赞助商 对品牌价值的这个提升呢 它作用是力端见影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么我这里呢 有一组数据啊 比如说在02年 韩日世界杯的时候 当时呢 韩国的一家企业 现代企亚啊 是进入了世界杯第一级 也就是最高级的赞助商的名单 那么一直到现在都是 那么现代企亚呢 他们自己算了一笔账啊 每年在世界杯的赞助商 他们所花费的金额呢 大概是在1到1.5亿美元左右 而过去那么多年以来 给现代企亚品牌价值提升的 这个金额有多少呢 他们算下来 大概是在50亿美元左右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投资回报率 确实是非常的高 那么如果我们回头来看 中国企业的话 我觉得效果可能也是 会非常的出色 那所以我们再来算这笔账呢 就是现在我们说奥运会也好 这个世界杯也好 有的国家办就挣钱 有的国家办就亏钱 那卡特尔这次呢 您觉得他到底是亏钱了 还是挣钱了 好的 那我觉得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呢 要从两个维度来看吧 首先如果我们说一个短期的效益 就是我为了世界杯花了多少钱 那么世界杯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 比如说门票广告转播权等等 我能收到多少钱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收益 卡特尔呢 他们最乐观的预计呢 这次世界杯呢 他们能够盈利大概100 最乐观预计啊 最乐观的预计 大概能够盈利170亿美元 当然这个金额和他投入的2000多亿 可能还是不能比 但是如果你从长远来看 对卡特尔他本身的这个国际地位的提高 他的硬件实力 软件实力的提高 对他本国GDP的一个拉动作用 这个就非常难以去顾量了 我觉得 那用一句话来问问蒋先生 您觉得这些世界杯谁可能是最大的赢家 球队 球队啊 球队的话呢 我看到现在为止呢 我的感觉呢 还是巴西好像是比较有冠军项的 因为他本身这个整体的实力啊 还是相对比较雄厚啊 哪怕说出现一个伤病 我觉得能够替补上来的球员 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是 好 我们也到时候来看一看 这阶世界杯的决赛 会不会有巴西队的身影 今天特别感谢蒋一帆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在一块来关注 在这些年来代表环境 社会还有公司治理的ESG投资理念呢 也成为了一个炙手可扰的话题 有不少的保险公司 先后推出了ESG产品迎合市场的趋势 如何看待相关产品 在未来发展的趋势呢 下节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英人寿执行总裁邓子平先生 带来详细解读 稍后见